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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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你的责任 但是我相信这样是完不成的 当年我写《先锋派》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后来也是不自量力的写了一本书 其实当时很多出版社 当然一方面是说因为政治的原因 八九以后对现代后现代这些东西 持这样一个谨慎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是他们完全不能够认同 先锋派文学的经验 所以书一直拖到1993年才出版 但是过去十年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 大家都会看到这批作家 他们的文学的实力 他们为汉语文学做出的一种贡献 所以今天我觉得也一样 我今天说这些话 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是大作品 是汉语文学取得的一种重要的成就 很多人在那里怀疑 怀疑的人是什么 跟当年是一模一样 当年那些人根本没有读过《先锋派》的作品 自如今天这些人都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作品 至少来说没有论证读过 再进一步说 他们即使读了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的脑子生锈了 马克思说最美的音乐对非音乐的耳朵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是对象 他这个心便坏掉 心态坏了 所以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你像九金老太一样 九金老太他不就看着一代不如一代 是不是 他看论人士论金 畜生几金 是不是 几金几两 所以这个九金老太一样 他脑子坏了 心态坏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点 我还是非常地这样一个自信地来谈论这些作品 我觉得所以我非常慎重地 我只谈了几个作家 我相信还不止这几个作家 那么大家今天晚上有兴趣 我在我的博客上 我挂出十部作品 就是中山他有一个三十年十部作品 你选十部作品 就是我们这个三十年取得的文学成就 他请了十二个批评家去选 那么我也选了十部作品 我把我对他的简要的评价 三百字的评价 三四百字的评价 我挂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对大家考试有作用 那么我想我这样来说 这些作品是不是汉语言文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我觉得并不是说 我截然要和西方中二元对立 要在完全超出西方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去论述我们和西方对立的那样一个汉语言文学经验 恰恰不是 大家知道我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了 我没有自己的国家 我是指文学 这个就像这个 我上几课弹的北岛的诗一样 是吧 我做的这些归纳 其实是在世界文学的经验中来理解它 我不是说既是汉语言文学的经验 又是在世界文学的经验 就是说在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汉语言文学在哪个意义上能够论定 它的这些经验是独特的 是在世界的这样一个水准 水准上的 是吧 在这个水准上 我们来讨论它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 所以我做了几点归纳 我说我理解这些作品 为什么是大作品 为什么在当今 能够和西方的一流的作品 能够相提并论 我的理由 我列出了这么几点理由 四点理由 同时呢 我每一点的特别提出一个作家 我说汉语小说 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 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 例如延连科的受活 大家说我这个题目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肖英对我逐条地进行批驳 所以我说他以为 我们是在大街上炼滩 是吧 我这样说的 这个就能够成为是高水平的了 他完全不知道这里面包含的意义含义 这里面包含的分量有多重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 中国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验 你不管把它理解为 是二十世纪的人类的一场伟大的实验 伟大的胜利 还是深刻的创伤 它都是一项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类的现代的经验 但是迄今为止 我们世界的文学没有能力对它做出全面的深刻的处理 1948年 奥威尔写了1984年 是吧 他对共产制度 做了他的那种独特的一种 叙述 当然包含了一种对极权制度的强烈那种批判 毫无疑问 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它是非常独特的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但是在此之后 当然也有各种的作品 也触及到这些 当然我对苏俄的文学 对现在的这个 苏联倒台之后的俄罗斯的文学 东欧的文学 了解的不够多 但是即使了解了 我相信我的这个判断 伊朗是成立的 它是不是排他性的 那么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难题底下 有文学去面对它 做出它的独特的一种处理和阐释 这就是一种大的手笔 这就是一种文学的勇气和能力 下学期如果我开课的话 会把寿佛和这个电影联系起来讨论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是 当时在前把那年出来轰动 轰动整个世界 就觉得对前苏联的倒台 对柏林墙的倒塌 对这样社会主义经验的一种解释 非常非常的深刻和独到 但是我看了寿佛 我觉得寿佛要比它要强大得多 因为寿佛是文学 文学的处理的难度更大 文学处理的力度也更大 我是怎么理解它的呢 我觉得这部作品 它讲的故事大家看过吗 它写一个残疾人的村庄 这个残疾人村庄呢 它遭遇了改革开放 遭遇了改革开放 怎么办呢 这个改革开放呢 多少年它都 这个村庄是独立于 独立于我们的中国现代的革命进程之外的 你土改合作化 这个人民公社 是吧 这些呢 它都和它没有冲击到它 是吧 没有影响到它 但是呢 现在中国这一轮的市场经济来了 它也要投向市场经济 我觉得它这一点的揭示 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这是一个残疾人的村庄 他们怎么投身于市场经济呢 他们现有一个县委书记 叫做柳英雀 他那天从参考消息上 他看到了一则消息 就是说苏联倒了 没有钱了 我们有一段 我们的报纸 连篇里头都报 苏联倒台了 多糟糕 是吧 我们中国走 自己的社会主义独特的道路 苏联当时是什么 叫做休克疗法 他从这个耶鲁大学 请来那个盖达尔 请了一批的研究员 他一个副总理 叫做盖达尔 36岁 搞休克疗法 就是全部的私有化 立即的私有化 在短期内半年 所有的国有企业 全部私有化 他叫休克疗法 当时苏联呢 确实是下岗功能 一片这个运生载道 那个非常那个麻烦 然后我们参考消息 我印象非常深刻 参考消息其实报过一个信息 就是 列宁的遗体的福尔 马林的那个药水 有一些问题 所以要转移去重新处理 我后来一直去查 那天的参考消息 可能我查的不够仔细 我后来也因为时间不够 我没有查到那一片 但是我问盐连科 我说你参考消息上 是不是有这个报道 说要卖列宁的遗体 他说没有 它完全是它虚构的 但是我跟他说 我确实记得很清楚 报道过列宁的遗体的保存 出现了问题 有困难 确实有这个报道 如果大家有时间 可以去查一下 参考消息的一个报道 那应该是在90年代初的参考消息 那么他这里有一券 就说我们要花钱去买列宁的遗体 他计划用5000万去买遗体 他跟那个地委书记说 他现在要有一个亿 他就能够脱贫致富 造福于一方 地委书记说你有什么计划 他说我要去买列宁的遗体 花5000万 这个地委书记一听就跳起来 他说你胡闹 这事怎么能干的 他说你听我说来 是吧 他说列宁的遗体5000万买来 我再花5000万盖个列宁园 列宁园呢 又是参观这个列宁的遗体 是吧 张扬革命导师 你想想中国这个列宁 马克思列宁 是吧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崇拜的导师 是吧 都会去见 13亿人 每个人去见 是吧 一个人买门票50块钱 一个人消费100块钱 13亿人 就130亿的经济啊 是吧 这个是河南人 是吧 河南人非常有想象力 是吧 就河南人就是说 赶根长城贴瓷砖 是吧 在国语都戴上河南枪 是吧 首都设在洛阳 这个河南人是非常有想象力 严年克自己是河南人 所以他敢这么写 是吧 他充满了对河南的一种反讽 然后呢 这个地图书记听 哎呦 有道理 这真是 那就支持他去搞 但是现在还差五千万 还差五千万 他怎么办呢 他就让这个残疾村庄组成一个爵术团 那个时候 我们后来残疾艺术团还没有 他这个小说是写于 其实是2000年开始写 到2002年才写完 其实他构思了很长时间 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残疾的艺术团 90岁的老太太穿上兽衣 在台上活奔乱跳 然后拐子的笨高 笼子的点炮 然后瞎子的能够穿针引线 他这样一场表演下来 然后就赚了钱 赚了钱呢 那就能够见这个 年龄的烈士陵园 他完全是胡闹的这种 非常这种夸张的 这种戏剧化的这种东西 但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里面它是包含着非常深重的 一种一种双储 是吧 一种痛储 就把这些残疾人都赶 赶着去这个走向市场化 这个县长 县委书记叫柳英雀 他是很有本事 他怎么当上县委书记呢 他原来是一个村长 他这个村长呢 他有业绩 这个村呢 非常偏僻 没有公路 他怎么修这个公路呢 他打听到这个村上呢 有一个南洋客 他这个小说呢 都有意地使用这些南洋客 然后这个一报 那里的名字 就弗拉基米 这个列宁 这个什么洋 什么 什么一大串的名字 然后呢 他都年月日了 他都用那个 那个旧历的那种 丁某年 如何如何 他都是用这些东西 他充满了一种对历史 这样一种处理的方 手法 他就打听到一个南洋客 要回家探亲 但是他们家的没有路 都是山路 车了开不进来 有三十里的这个山路 他就动员全村的人 把他们家的红毯子 因为他没有红地毯 红毯子 红布 红衣服 就铺了一条路 三十里路 把这个南洋客 引到村庄上 这个南洋客 一下车 一看着这个 红地毯的路 你想一想 那个红的 你想想一想 那都多么的壮观 如果拍成电影的话 是吧 在那个山里边 红的这个 挽延而去 都是红的毯子 红的这个衣服 我就觉得很奇怪 到至今 因为他没有办法改成电影 不会被批的 那么如果拍成电影 这个是非常非常壮观 是吧 那个可以一边看着 那个 一边看着那个红的衣服 红的布 是吧 然后一些 都打了补丁的那个红的衣服 还有几件儿童的 红的衣服 都铺在底下 他脚着踩过去 电影一个特写的镜头 眼泪 啪两滴眼泪 吊在那个 儿童衣服上 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 非常强烈的 那么这个南洋客 就被感动了 感动了 立刻就掏钱 为这个村庄 修了一条公路 所以这个村庄 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 然后他又到了另一个 就提拔了 当了乡长 乡长 他打听到 这个乡上 没有电 他们要修水电 修水电站 修水电站 在建坝 建坝怎么建呢 没有钱 大家知道那些农村很穷啊 是吧 钱都被上面搜罐 明知名高搜完了 是吧 他就想办法 想办法又打听到一个南洋客 南洋客 非常孝顺 是吧 非常孝顺 大家知道 其实充满了反腐 我们这么多人都招商引资 是吧 大家 这方面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是吧 招商引资 是吧 这个 然后他叫南洋客 就打听到他非常孝顺 他有个老母亲 住在这个乡上 老母亲叫他出国住了 他老是住不习惯 不愿意 但是现在呢 老母亲死了 他在外面呢 又有事 业务繁忙 不能够回来 为老母亲送账 但是呢 就要请人哭 是吧 要孝顺 表现他孝顺 这大家知道 一看就知道 这充满了反腐 是吧 他说行 我们请2000人为你哭笑 是吧 一个人200块钱 是吧 这样呢 就有一笔钱了 是吧 2000乘以200 这是多少钱了 才4万啊 这就可以修一个坝 是吧 建水电站 所以农村 农民 农村很穷 农民很苦 是吧 这个三农问题啊 然后呢 果狼那天就发动了全乡 2000人在那哭 哭得死去活来 结果这个南洋科 把他们骗了 哭完了之后 钱不打过来 结果他们白哭了一场 所以你看看 就说农民啊 他们要招商引资 他们要建设这个家园 这个你看看 这个多么 他用这种哭善的 这种方式 所以你看看 他这些小说 都是写出了农村 那种痛楚 农民那种痛楚 以及我们在 发展市场经济当中 对农村的 那种不平等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东西 那么他写的就是说 面临的遗体 购买业 然后那爵术团 倒是表演 然后果狼也赚了钱 大家就会看到这一点 就是说 保存 我们面临的遗体 面临现在变成一个遗体 革命变成一个遗产 是吧 这个遗产呢 在苏联保存不下去了 苏联已经倒台了 是吧 已经完全市场化 走资本主义了 那么现在只有中国才能保存 到中国来保存 中国采取了什么方式 中国采取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市场化的方式 是吧 我们通过市场 把建立一个烈士陵园 然后卖门票来保存它 那种是娱乐的方式 是吧 把这个烈士陵园建成一个大型的娱乐场 是吧 大家去参与遗体 然后在那娱乐 在那消费 那么 大家知道市场和娱乐 这是革命最为痛恨的两点 市场是资本主义 娱乐是资产阶级的方式 是吧 但是保存年龄的遗体 是采取了市场和娱乐的方式 是革命最痛恨的方式 革命的自胜先师 最痛恨的方式 现在 他的遗体只能以他最痛恨的方式 通过他最痛恨的手段来保存 这个对革命的书写 对革命遗产的书写 确确实是充满了一种心酸 我觉得非常非常强大的一种反讽 和一种痛楚 所以这里面小说其实是太复杂 我后面以后会花两节课的时间 专门来讨论这部小说 有兴趣的同学 你们即使不选课 我也欢迎你们去免费旁听 这个因为知识嘛 学术是天下之功器 是吧 这个我们可以互相的这个进步 所以这部小说我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看到他的可贵的地方 就是说这部作品 也确确实实我看到 就是说他的书写中是包含了强大的 后现代的这种解构历史 重写历史的强大的一种反讽性 就他是一个最土的问题 中国本土的问题 回到中国本土的经验 到了他整个小说呢 又采取了非常 即使非常寂静的实验 他把文本的拼贴 把方言弄进去 然后又搞了叙语 但是同时这个蓄语 又是最土的方式 他能够把最极尽的实验 和最土的方式 方言这种东西 河南是中国名声 最不好的地方的语言 跟他混到一个最极尽的 最又挑战性的文本中去 在座的河南老乡 可别怪罪 因为河南作家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和他们经常吃饭 所以大家务必要理解这一点 所以我这样说 当然河南是中原 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我的老家也是河南 福建成林半边天 福建姓陈的姓林的 包括林品 都是从河南签过去的 这个都脱不了干系 可能是安史之乱 那个时候唐代 东京是一批 安史又是一批 所以咱们都是河南人 所以看到家乡的东西 就亲切 真是回到本土 所以这部小说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它的意义 是非常的深远 我觉得这是中国汉语小说的经验 而且是中国作家 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能够创造出这种小说的经验 所以这里边的东西还是很丰富 我很难一一去论证的